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嬷 你小时候的台湾长什么样子 阿嬷 小时候的台湾啊 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大楼 然后因为家里很穷 常常要一边照顾弟弟妹妹 一边洗衣服 一边做手工 帮忙家里赚钱 虽然生活辛苦 但是邻居相处融洽 互相照顾感觉像一家人一样 那阿嬷 你会怀念小时候吗 会啊 会怀念小时候的人情味 但阿嬷有你这个乖孙 一样很幸福啊 那等我长大以后 就换我来照顾你 好 阿嬷 我跟你说 国泰人寿会透过一张量表跟问卷 来提前了解您的身心状况 也会请业务同仁将销售过程内容录音起来 以确保应告知的注意事项 跟头保商品内容 都要跟您做说明 周围公司电话客服人员 也会在近期进行电话拜访 这些动作都是为了保障阿嬷的权益 其实国泰人寿还有提供多项的暖心服务哦 像是一 公司有保单查阅人的服务 让配偶或二等亲内直系写亲 如子女或孙子女 可以替高龄客户查阅保单的内容哦 二 如果高龄客户忘记在期限内做缴费 公司会优先派人进行电话关怀 确保高龄客户了解缴费的相关权益 三 理赔除了由业务员协助送件外 也可以利用其他自主管道提出申请 之后也会有其他详细的理赔项目说明 让高龄客户更清楚了解自己的权益 还有还有 在公司官网的大人的花样人生专区 也有提供健康相关服务 有营养与健康管理 家人陪伴与照护 或乐龄生活优惠等内容 如果有疑问或是不懂的地方 也能拨打公司专属的乐龄服务专线 02-2162-6202 台队也会通哦 这些都是高龄客户可以享有的暖心服务 原来是这样哦 你们国泰实在有得感兴趣的 国泰人寿比你受的更加关心你 您怀念小时候吗 试过境迁但不变的 是国泰人寿如家人般的持续为您守护 乐龄守护 国泰人寿与您同行 制作为您的流年 阅明镇 阅明镇 平均